我在日本的時候發現 日本的這個對視障者的環境 比我們稍微友善一些 比方說他們如果要買飲料 他飲料上面其實是有讓你點字的 就是說你要喝什麼米蘆 或是要喝什麼飲料 上面都有那個點 台灣好像就沒有 火盲人 他應該算是一種通用設計 就是說其實現在人眼睛越來越不好 你知道嗎 就是不管是手機 或是老花 任何 所以現在如果都有多感官的提示 對大家都是好的 對 所以日本有越來越多通用設計 台灣也越來越多了 那台灣在公共設計上 還有沒有什麼我們要改善的 如果要改善的話真的很多 可是我覺得很特別的一件事 是我外國的朋友都會跟我講說 他們失明 就是他們失明了嘛 然後他們說 他們以後想來臺灣生活 那為什麼 然後我就問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臺灣有非常好的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而且都有引導 我們的國光號 我們的捷運 我們的高鐵 甚至我們的飛機 是 我們的客運 都全部都有引導 所以只要你去到服務臺說 不好意思 我看不見我需要申請引導 他們就有專人來協助你 上下車 臺灣相對是環境是友善的 對 我覺得相對來說 臺灣我們要自己趕到交 真的 是 好 那麼今天也邀請到卡古 是卡古是從風神無雙出生的搞笑 綜藝咖 不敢當不敢 就是跟著順哥還有前面學習 那你就靠模仿 我自己靠模仿 那你覺得你最善於模仿誰 今天來到新聞挖挖 當然跟新聞有關係的李新聞 當我動的時候 你知道什麼新聞嗎 什麼新聞 動新聞 當我挖鼻孔挖三下是什麼 就是我們節目新聞挖挖挖 這個想多久 剛才就在想了一下 對 那既然來到 還是一個新聞人物好不好 好 我是東西賣得出去 人靜的來 高雄發財 好不好 韓先生 有院長 先生院長 有 新科立法院院長好不好 兔子撐傘 無髮無天好不好 為了立法院 不信粉身水果 你頭髮換掉就下了 你頭髮裡裡搞不好真的 哪一天他真的忙 你可以去帶我 我可以跟著月亮走這樣子 對 兔子跟著月亮 那兔子平常的麻象打多大 平常這個三百 一百 對 沒有打太大 酒呢 都怎麼喝 酒平常就是跟董哥可能去酒店幫我付一下錢 好 這個除了韓院長之外 還有誰 呃 還有比較常 尤德華嗎 冷冷的冰雨在臉上 我們都拍 對 我演最久是那個 就是庹中康康哥 東區都好 OK的好不好 卡虎這個不紅的 最後訪問OK的 一直鬧一直鬧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好不好 還是要宣傳一下 來吧 營業中 那今天來到這邊就是 來吧 看新聞中 哎唷 真的很棒 Local King 對 有點像比較老一點的歐帝 歐帝 歐帝也很會模仿 歐帝超厲害的 頭髮差不多現在也像 真的有點像 對 有的時候我滿像歐帝哥 像啊 我就這個角度是不是 對 卡虎你這樣子 比方說模仿韓院長 這樣要練多久 大概一兩年的時間 哦 這麼久啊 對 因為我要一直看他的東西 就是一開始完全是不像 而且我在模仿的時候就是 很 就是很 我覺得剛好就是很多時候 就是在學的時候 都沒有很像 但是搞不定學像的時候 他剛好被請離開高雄 然後變成說有時候就可 就是有時候學人物就是 整個後面才慢慢用這樣 所以有的 像我最近在學的是那個侯友宜 對 但是就稍微學 我還沒有辦法像 他現在也 侯友宜的特色 很不明顯 很難 不好學 好好做事情 對 對 對 這幾年好好做事情 你學到什麼 來 講一下 每一個人都自己所支持的 這個所有的政治的政黨 就是說 我聽到你講 結果我看到這個賴清德 這個主席 是怎麼說 可以讓我們台灣人民 這麼希望呢 好笑 真的有 這是我就一直看他們的證券 一直看 這種這種魔法我們知道 其實像不像三分樣 但最重要是聲音要響 口氣要響 這是後面侯友宜 火力比較強的時候 已經不重要了 有火力的 聲音跟他那個口音 那個還有那個氣聲 有有有 斷句 這個是魔法的 那所以就是會一直花時間 因為這是我的志業 我也很喜歡 對 所以我都學了很久 那我又喜歡學人家比較不會去學的 冷門角色這樣 對 那我會把他當成一輩子 一直學 一直學 是 是 很有特色 你如果能夠模仿得很像 一直模仿 其實也是一條路 對 可能是一條不歸路 對 因為常常很多觀眾都覺得說 卡古你只會模仿 什麼都不會 對 但我也是盡量拓展自己的寬度 就比方說開始也多多主持 或是說可能歌唱 或是學一些別的才藝 或者是學一些幕後的 對 所以因為前陣子就是 我有很不好的時候 對 這幾年 然後所以我就變得自己轉變說 沒有通告也沒有關係 我其實過年完到現在 貴節目是第一個敲我的通告 是喔 對 是我現在才開工 對 所以但是我自己去調適 我自己也有去 那你怎麼生活 就是我有去接案子 或是說我目前幕後的工作都可以 然後也會自己去學剪片 或是學怎麼企劃 然後我還去自己去學空拍機 OK 對 對 有一天大紅大紙 別忘了我們 不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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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 難怪他不走目前了 要走幕後 是啊 你要幹的是李安的工作 對不對 另外一個李安導演 李安你直播很久 也希望可以幹一下 唯李安的工作也不錯 就像董哥一樣 可以出唱片這樣子 是是是 對 你沒人買啊 董哥你唱片要不要稍微介紹一下 不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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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卡古他模仿劉德華 是的 都有帶個假的鼻子 對 模仿的罕像 也因為這樣子也走紅 那聽說你後來刻意去這個整形 那是因為在憲哥的節目 然後他就是因為那個特殊畫上是蠻厲害 就都帶個假鼻子 然後所以說 因為劉州華的鼻子大 對 然後那個畫的真的還蠻像的 對 然後評價就還蠻不錯的 然後所以憲哥就覺得說 你就 人就看起來醜醜的 就裝下去還真的有三分樣 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說 你要不要去考慮 去改變一下 改變一下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幾次之後 有幾個那個整形的通告 就憲哥安排我去上 對 然後後來我想說 那既然憲哥對我那麼好 那我想說那我就付出行動 我也認同他的理念 然後後來我就在他的大任務的節目 有付出行動這樣子 在他的淫威之下 也沒有啦 就是我自己覺得 做了什麼改變 就是那時候有動眼睛 就是真的是去做整形 對 眼睛鼻子下巴這樣 只是滿大的整形 對 一次很動 你是大概應該 幫你做業配的吧 不要花錢的吧 是當然不花錢 當然不花錢 花錢 花不少錢耶 對 當然 眼睛鼻子嘴巴 對 那可以看那個前跟後 但是這個就是 就是後面開始 因為畢竟 整形這個部位 是只要欠一把動全身 所以其實我對醫美 其實不是那麼瞭解 我到現在才知道說 其實就是數月有專攻 就是你要找到 可能眼睛厲害的就找他 強項的意識 那我是同時一起動 然後後來那個醫生 他我那時候結束的時候 就是變成這個樣子 對 這左邊這個 這個是 就是在那個診所 然後在那個節目 整形出來之後的樣子 整形前 沒有沒有 那已經是後來又失敗 這個是修復 這是修復 對 然後像玉琳哥那時候 看到我這個 卡古 你根本就是 死魚 死魚 就眼睛睜不開啊 他等於是有點 我好像無神的樣子 對 因為我本來 自己只有雙眼皮 然後那個醫生跟我說 要不要調整體驗演技 結果後來弄完變這樣 真的是好慘 好慘喔 有一次 有一次我上那個 飢餓遊戲 然後遇到仁甫哥 然後有點像 對 然後仁甫哥就說 卡古 你難得來上一下我們節目 你為什麼沒有睡好 精神那麼差 我說沒有沒有 我睡得很好 我睡得很飽 就看起來就變得精神 這個真的失敗了 對 然後那段時間 就可以算是我人生 滿黑暗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 後來開始上別的節目 就是已經 觀眾已經不管你的表現如何 就是只要有我出現 底下就會講說長那麼噁 然後整得越整越醜 然後自以為可以整成像 劉德華 然後不整還有 越整越噁 對 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我也是需要去賺錢 對 所以也還是看到這些 然後都只能默默的在心裡吞 而且其實雖然我是諧星 就是醜醜的這樣 但其實我是滿自戀的 所以啊 但是那段時間 我只要拿著鏡子照到我自己 我就是眼睛什麼 就覺得變成這樣 而且我也不知道 到底好了之後會變怎麼樣 後來這次已經半年了 我就問醫生說 半年還這樣 對 就基本上 太煎熬了 你真的煎熬 所以那些酸鹽三里對你傷害很大 是真的有有有在 受傷 有有受到傷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真的還蠻 鬱鬱寡歡的 等一下繼續說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聽好看 聽好看 聽好看